我们这次要看的是一个5块5块50块ante的game 它的小盲跟大盲都是5块钱 算是比较小 但是它有一个50块的ante 这个会让这个局打得比较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玩家的码量也是非常非常深 然后再加上这些玩家都是比较松的玩家 他们安排这个局都是邀请很多很喜欢看翻牌的玩家 对就是很少人会弃牌 所以通常这些局很多都是四个玩家五个玩家一起 看到翻牌 可能在我们的高尔局比较少看到的 算是比较娱乐的一个局 这次我们来看又是发生了很有趣的事情 是比较高的 如果记得了 没有 是没有 刚刚Mayham去加注的时候他不是就是用两个动作去加注 就是一疊白色的筹码 總共有2000 然後加注到2150 但是他150先丟進去 然後再從後面這樣加注2000 所以現在玩家就說 這是String Bet 不算是加注 就算是一個跟注 不能再加注了 所以他們現在很多玩家都在討論說 到底是可以加注還是不能加注 當然是看到他的牌 拿這個KQ 他應該是想要加注 Isolate is really run 不想讓後面的玩家可以再進來嗎 但是你看Johnny在後面拿這個 Jack9 他那麼漂亮的牌 肯定是想要直接跟注600而已 然後直接看到反牌 所以現在就是他們在吵這個 這個規則到底是怎麼樣 他們說你叫那個format過來 去解釋這個規則的話 你肯定是不能再加注 如果你要加注的話 就是一次要直接推出 你要加注到多少 對不能就是往前這樣推 然後再往後拿抽碼 然後再放進去 所以他只好就用平均的 然後就讓後面的玩家 也全部都進來了 當然我們在這裡看到 Ron應該也不太高興 拿這個狗狗 看到那麼多的玩家 也跟他一起進來了 跟注這個600 所以四個角落 Pot差不多2500 三個角落 三個角落 Sami會把三個角落 三個角落 三個角落 這真是困難的地方 不是真的 但他在賺5500 到25 三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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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這個頂隊5 他就直接 all and up 他不管說 其實Mayhem在翻牌前 想要re-race 對不對 但是 我覺得Ron在這裡 就的決定 就非常比較有困難 雖然他上一次超對 但是他也要擔心 後面的Mayhem的手排 因為他在翻牌前 已經跟他想要再3B了 對不對 -如果他在翻牌前 就像這樣 我可以說這是一個電話嗎 -因為他只要4B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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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Mayhem在這裡 就說Ron剛剛在想的時候 不是手也把籌碼放在前面 然後又往後拿回來 那這樣算不算是call 他應該要call 然後其他玩家就解釋說 這個線其實並沒有什麼意思 雖然他有超過這個線 但是因為他不是往前這樣子跟住 然後手放開 所以其實這樣不算是call 但是就是說這個問題 什麼樣的動作才算是真正的call 你把手這樣往前推出去多遠 才算是真正的call 這個就可能有一點比較灰色的一個部分 就是沒有那麼清楚 如果是在錦標賽 再來我記得是任何的往前的動作 都是算是要完成那個動作 就是如果你用籌碼放在手上 然後直接這樣往前 然後很明顯的往前 那那個就是算是call或是下注 如果他不是說他還沒收到600 但是你做的就是完全不斷 對 但是如果你拿錢這樣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 我只是問他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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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Big late in there from his Israeli run I'm not gonna call that on him I'm asking if you can 你看在這裡 run 就有直接氣派了 對,他跟住的話 可能就要擔心 力量直接退 Man, I'm a little bit annoyed In fairness, I didn't really see exactly what was going on there I know, but if this is forward If you go like this I did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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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不知道你們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就是對這個 跟他發生的事情 因為當然這個 也是影響到這個手排 如果 Mayhem 3B的話 然後大家棄牌 然後只有run跟住的話 那全部的情況就變了嘛 對不對 這個手排的結果也變了 通常我覺得 如果你的動作 還沒有影響到 後面玩家的動作的話 應該是可以讓玩家 繼續做他想做的 如果他跟他是想要raise 但是沒有影響到後面的玩家 就讓他再繼續拿籌碼去raise 然後如果 沒有這個動作要去call 但是手放在前面 然後沒有明顯的資料去騙人家 讓後面的玩家 有反應的話 我覺得 也不用去勉強他 要把籌碼放進去 當然是說 如果玩家是故意用這個方式去 得到一些information的話 每次就故意去影響到其他玩家 那我覺得就是犯規 我相信大家應該是從這個局 看過非常多的很瘋狂的手排 對我們以後也會從這個局 一起看很多很有趣的手排